老婆 你从哪里回来呀 关你什么事呀 老婆 你等等我老婆 你叫谁老婆呀 这里除了你还有别人吗 肯定是叫你老婆呀 你不要乱叫好不好 你都是有老婆的人 会让人误会的 你是不是生气了呀 你还在生我的妻吗 我生什么气呀 我凭什么生气呀 哎呀 你就别生气了 我知道现在我说什么 你都不会听的 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老婆呀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呀 你老婆电话都打到我这边了 我还怎么信你呀 这里面肯定有误会的 咱们相处这么长时间 你还不了解我吗 我如果真的有老婆 我肯定也不会过来找你呀 也不会跟你在一起的 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前 我也觉得我很了解你 我也很相信你呀 但现在发生了这样子的事情 我还能怎么信你呀 我现在说什么 我感觉都没用了 感觉越描越黑 跳下黄河都洗不清了 到现在为止你知不知道 我连你嘴里面的那个老婆 到底是谁我都不知道 你自己的老婆你心里有数呀 算了算了算了 真的是你要急死我 前段时间我来找你 发现你这个情绪太激动了嘛 就没把那个事情解决掉 所以说这次的话 我希望可以跟你心平气和的 一起处理这个事情好不好 那你想怎么处理吗 你要怎么处理呀 那我现在了解清楚 他到底是谁呀 你看我也不知道 谁在中间使坏 我真的你看这么长时间了 我没相处一直也得这么好 也没出现过什么矛盾 但是我不知道谁莫名其妙的 就跟你说他是我老婆 但是他说的很真实呀 他描写你描写的真的很对呀 包括你做什么 你是哪里的人 你爸妈是什么样子的人 他全部都说出来了呀 那他肯定是一个了解我的人 我觉得 算了算了 咱们就不争论这个了 姨姨 反正咱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咱心平气和的 就不要再冲动了好不好 要不然很多事情 我们真的是没办法处理的 有问题咱两个一起解决嘛 行不行 那行啊 那我都要看看你怎么说嘛 就是我也不用解释了 我们先搞清楚他是谁好不好 要不这样子吧 那天是谁给你打的电话 他有没有跟你说他叫什么名字呀 他当时没说他叫什么名字 但是他一直跟我说 他是你老婆呀 好吧行 那这样子 要不你先把他的电话给我 我打回去一下 我想了解一下他到底是谁 来给我吧 看就是上面这个 来你先打个伞吧 你看这雨下这么大 别淋湿了 不用了 我不需要你自己打吧 哎呀别去了 来把伞拿着吧 你看穿这么单薄 天气又冷 到时候淋湿感忘了 我会心疼的 来拿着吧 我倒是看一下 到底是谁 是这个电话吧 嗯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关机 怎么关机了 好吧那一一 没事没事 你放心 你给我两天时间 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可以吗 那行吧行吧 走来 我给你打着伞 走回家吧 再给你打着 我打... 保护 你打着 你打着 感谢观看